我给你买这一块地 在这个地方道路的部分 如果未征收未开辟 还在私人名下 你就一定要去帮我拿到土地使用同意书 能够让我买管线 你虽然买到了建地 但陆地不通 你是死路一条 那问什么时候政府会来征收 政府说我现在没有预算 你这个地就慢慢等着吧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讲一个 实物上经常会碰到的 计划道路跟土地使用同意书 我们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 以后要好好介绍 今天要来讲的就是 土地使用同意书跟这个路有关系的 道路有关系 第一个你是私有土地 你私有土地的话 政府它有都市计划 那都市计划的话 它就会有公园道路 所以它都市计划就把你们家的这个土地 在这里画了一条 它就是所谓的计划道路 计划道路开在你家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私有土地 变成是计划道路或公共设施的部分 这个情形就是你的土地 已经受到都市计划法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在民法 765条跟773条 说你的土地在使用的时候 要受到法令的限制 因此你这个土地虽然是你的 但是你将来在都市计划里面 你只能供人家路在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再把它拿去建筑 就是我们私有土地受有公法上的负担 公法上的限制 这个概念一定要很注意 因此我们把土地拿去给人家盖房子 上面申请了建造 假设我们这个是霸北 就是可以建筑的建地 那这个时候建地拿去申请建造制造 这个就是要领路 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如果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有了建商或是我们要买土地 我买土地 那这里是露 那各位我这个假要跟你这个乙买这一块土地 大部分的人都会买什么 买他的建地 那我问你哦 各位这个露要不要买 露要不要买 这个建商呢 或是大部分的买地 他们都会想说 我只要给你买这个建地就好 假买建地 然后呢会过户 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关于这个B的陆地部分 假会不会去买 大部分的假就不会去买 他认为说这个陆地你就留着等征收 但是你这个陆地要给我用 因为我以后要盖房子 要留给我用 跟他签了一个叫做土地使用同意书 他说这个土地呢 一瓶假设是50万 那么这个陆地加起来 我一瓶连陆地呢 就跟你买51万或52万 那各位当初这个陆地 到底是有买还是没有买 所以各位在卖土地的时候 会卖一个均价 那你这个土地买了 到底你是买所有权 还是买使用权 这个问题就没有去把它厘清 没有扯清楚 但是大部分的人以前呢 他就是买了这个 就土地使用同意书开给我 所以以后你要呢 无偿供我使用 那么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 代书啊就会写说 它的效力啊 急于寄售人 也要说以后如果人家要买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陆地卖掉 你要告知第三人 甚至有这样子写 好了 那各位呢 我们现在就来问哦 如果我呢 就在这里盖房子 然后进化道路是还没有开辟 那么你说呢 你陆地要给我用 所以我来盖房子的时候 我就给你开路下去了 那因为我有土地使用什么 同意书 所以我就可以去开路 开下去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们就有一个案子 就发生了这样子 各位 当初他买了大概好几千坪的土地 那么旁边呢 计划道路啊 前面只有这个计划道路开 两边的计划道路都还没有开 这个地方的这个B1的土地呢 B1 B2 B3的这个土地啊 他就买了这个建地 然后就开了土地使用同意书 哇 现在这个涨价在我们南部地区这个土地涨价 那他要去卖给建商说 我这个好几千坪的土地呢 卖了好几亿 然后这个建商要来跟他买的时候 又跟他讲说 哎 你要开土地使用同意书给我啊 那各位 当初就是说 假象已买这个建地 然后呢 有了陆地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好了现在呢他要卖给建商的时候 建商希望这个卖方假要去拿到乙的土地使用同意书来给我 将来我跟你买了这个地碗来盖的时候 我才能够使用这个路 问题 各位 现在这个乙说 对不起哦 我当初是没有卖给你 因为你跟我买 所以我愿意提供给你使用 那么这个饼呢 他没有跟我买啊 如果乙不提供土地使用同意书给假 也就是给饼使用的时候 各位 这个假 这个土地呢 就卖不掉了 因为这个建商他怕说我买了这个土地以后 我会被你乙挡路 敲竹杠 所以各位呢 这个好几亿的这个交易就没办法了 那么这个假呢 就跑回来跟这个乙说 哎哎哎 你当初我跟你买地的时候 你就有开土地使用同意书给我啊 那当然我现在我要卖地你应该要开给我啊 这个乙说 哪有这回事啊 我是同意你给你用 我又没有同意要给别人用 这个饼要来跟我同意使用 他就要另外拿钱来讲 假就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这一张交给他 他说你交给他 不能拘束我 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只是债权 债权的相对性 不能够债权跑到第三人来 那这个假说 啊你怎么会这样 他说你再讲 你再讲我就把它过付给丁 那这土地就不是我的咯 那么我过付给他 他就是误权 各位 一地两卖的时候 我当初卖给你 我再把这个地卖给别人 不要登记了 这个是误权 原则上就会大于这个债权 那至于我一地两卖呢 我是付违约的行刑而已 那各位 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我大不了说 我要提供给你 但是你要不提供 那是损害赔偿 我违约而已啊 更何况当初土地使用同意书 你又没讲说 我将来如果卖掉的话 我要付什么损害赔偿 可是各位 这可能好几亿 全部都不能用 这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路很可怕 各位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假就慌了 如果他真的给他卖到丁那边去 丁可不可以不开给我 我说当然可以啊 因为在法律上他是债权 这边是物权 丁有所有权 你不能拘束他了 哇各位 这时候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赶快把他假处分起来 假处分 禁止怕这个乙啊 真的把他过户到别人那边去 所以把他假处分 禁止他移转 然后呢 我们认为说 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土地使用同意书开给我 结果这个乙说 开给你没问题哦 但是开给别的建商我不要 哇 这时候假说 那拜托啦 他这样 他说拜托也没用啊 我只是愿意开给你 我不开给别人 各位这时候呢 他说 啊不然你要多少钱 他说呢 现在土地长成这个样子 我当初一瓶才卖你五万块 现在一瓶五十万 四倍 所以你现在要给我五千万 各位 当初在买这个建地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算陆地在里面了呢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写清楚 操作成这个样子 他现在要给他要五千万 你要不要给 你不给的话 你真的卖不掉 除非你自己当建商开发 一个好几亿的土地 你自己在开发 你的建筑成本这么高 也要差不多十亿以上 你是一个地主 你哪有办法再拿十亿来开发呢 那你要跟人家合建 那或许还可以处理 不然的话呢 你真的要卖的时候 会被这个土地使用统一书卡住 好可怕的一件事情 要来跟各位讲 土地就要很注意了 我们就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路这样子进来 这前面是一块地 那我假的土地在这里 结果这里是一条计划道路 各位 我已经拿到丙的土地使用统一书了 可是在前面这一块路啊 这边是林大马路 那这次是六米路 各位 结果这一块路呢 是乙的 乙的 那你这一块土地啊 虽然你有林计划道路 可以指定建筑线 我们政府说 对啦 你这一块地 你有林计划道路 所以你可以指定建筑线 问题是计划道路还没有开辟啊 甚至于说以开辟没有征收啊 所以各位呢 他还没有开辟 这一块还没有开辟 虽然这个计划道路在这里 虽然有路 问题这里不通啊 所以各位呢 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 他说呢 你林计划道路可指定建筑线 问题是什么 这个地方你将来呢 你要申请五大管线 我们盖的房子 各位 这个地方呢 你没办法出路啊 第二个你买管线 水啊 电啊 通信啊 这一些呢 尤其是水公司 他一定要你开出 这个以地的土地使用同意书 他才能够来挖 不然的话 你一挖人家讲说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挖我的 所以各位呢 我们在做买卖的时候呢 就会去写说 我跟你买这一块地 那么你这一块地 必须能够指定建筑线 然后这个道路的部分 如果未征收未开辟 还在私人名下 你就一定要去帮我拿到什么 土地使用同意书 能够让我买管线 如果这个达不到 我们的买卖契约解除或失效 通常我们在做买卖的时候会这样 各位 你不要看说 这个是计划道路 各位 你没有 那个土地使用同意书 你虽然买到了建地 但陆地不同了 你是死了一条 那问他说 什么时候政府会来征收 政府说我现在没有预算 你这个地就慢慢等着吧 那各位 你如果这个人 你要去跟他讲到他同意 你要去跟他开土地 使用同意书出来 各位 那如果他不开出来 他又不卖你 你这个地就被掐死了 要非常注意这种情形 接着老师要来讲 就有陷阱了 什么陷阱呢 然后这里是乙和别人共有的陆地 建商就给他买乙的十分之一 做共有人 然后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他开辟了 那么就建商的立场来讲 我呢 帮你们开了马路 你们也不用花钱 我是对你们好 其他的共有人认为 你们有结果我的同意 你损害我的权利呢 我在等着政府给我征收 你怎么可以 自己就把我开了 只为了你要卖房子 当初建商就卖给我们说 前面就是路好漂亮 他卖完了以后 这个路就帮你开了 你也就在那边住个半天 就有一天有人来告你的 这路是我的 你们这些都要从我的路经过 所以他要把你挡起来 不让你通行 或是弄一个小小的洞 要给你通行 更何况 地方政府也大部分不愿意 我接受你拿钱来 我去花洞征收 我不要选票了 那我是不是在图利你 我去花洞征收 那大家喜欢多争 我给你 forwards 闹路 我不要学uchar 我